西匠呢 西匠是欧洲 日本下降了 这个西方 西方是不是大家天天在讲啊 那西方到底指什么呀 西方指三大四小 三大呢就是美国 欧洲 日本 四小是加拿大 澳大利亚 西西兰和以色列 他们是很封闭的一个小圈子 别的都进不去的 这我问过美国朋友说 印度是不是西方国家 因为印度不是天天吹流 我说它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 对不对 你问印度人 印度哇 那个一股咖喱味 他根本就不认意 印度在美国眼里永远是下人 知道吧 永远是他们家的下人 不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佣人 韩国也进不去了 告诉大家 韩国美国 韩国是不是西方 Kims一股泡菜味 根本就进不去了 所以中国就要清楚 中国有一帮右派支持者 到今天幻想加入西方 中国根本进不去 是吧 在西方彻底没有位置的 你就是拆了故宫建白宫 你也进不去 进去就是人家看门护院的 永远是下人 成不了西方家庭一员 不可能的 这是极其封闭的一个小权子 OK 这就是西方三大思想 那么决定西方在世界地位的是 那个三大 那个思想啊 就是拉拉队 就是起工家秧子的 知道吧 不是起作用的啊 真正决定西方地位呢 是美欧日三强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的综合势力还是不错啊 但是它的左膀右臂 它的亨哈尔将 欧洲和日本真的不行啊 那个 我这稍微论证一下 首先是欧洲不行啊 欧洲的主体叫欧盟 欧盟这个92年成立是15个国家 对不对 那个时候它GDP超过美国世界第一 好 到22年 去年 欧盟扩大到27国了嘛 扩大了吧 但是欧盟的GDP还不如中国了 混到第三了 去年那个美国第一 GDP25万亿多嘛 我们18万亿多 欧盟16.7万亿嘛 总量从第一跑第三了 越活越绰绰了 还有个新技术跟不上了 所以现在大国竞争的一个焦点 这是人工智能啊 对不对 人工智能的那个 那个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技术 是不是叫欧盟GDP 是吧 大型语言学习模型吧 这玩意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对不对 美国有个公司叫OpenAI 对不对 然后微软支持它 微软给它100多亿美元嘛 搞出来了 搞出来以后 那个大家要印证说不错 是吧 因为这个 这应该是代表人工智能最高技术 那么请注意搞出来以后的 世界竞争状况是这样的 首先是美国国内竞争 微软支持OpenAI搞出来了 是不是Google马上就搞出来了 然后有一家美国公司叫 甲骨文 Oracle是不是搞出来了 然后你看美国以外 就是中国追上去了 是不是 首先追上去是不是 李延宏 3月16号推出文心一言 是不是 然后是360周鸿毅 然后是科大讯飞 然后是阿里巴巴 然后是网易 然后是字节跳动 现在已经公开推出六家 然后市场预测 腾讯啊 京东马上推出 而且一旦推出 像腾讯 一定是质量很好的 更觉得是华为 华为不搞这个 恰的GPT 华为另外搞了一个 旁古 华为旁古就是恰的GPT 但是比它好 牛吧 这个 然后你看欧洲 欧洲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搞 一家都没有 然后你看欧洲政府啊 你一个未来那个 很有前途的一个技术 你跟不上 你得处置吧 是吧 政府得出面 一家不行 十家 十家不行 一百家 你总归得试一下吧 他不是了 欧洲政府还不让你用 意大利政府通过法律 不许用 谁用罚款两万欧元 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 闭关锁国 是吧 来的新技术 我赶不上 我得追啊 说老子不追 还是不让你追 这是不是闭关锁国 这是最新的情况 是吧 欧洲总量不行 新技术跟不上 还有老的优势守不住了 欧洲最 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是不是传统燃油车 是不是 一般开车的朋友 都承认 还是欧洲车最棒 对不对 对吧 特别是高端 对不对 你要开个兵力 到这个班试试看 对不对 绝对长脸了 是吧 欧洲车最棒啊 日本车差一点 对不对 美国车再差一点 是吧 然后中国 韩国车再差一点 中韩差不多吧 但是呢 是不是我们中国 美国另到超车了 不是弯到 另到超车了 对不对 直奔新能源车去了 对不对 这个传统优势正在伤势嘛 对吧 我觉得新能源车 取代传统燃油车 是个时间问题嘛 也可能长一点 也可能短一点 但是时间 它一定会发生的 然后那个 哎呀 那个 你想我们现在有这个电子 这个音放系统 你还会随去放那个 那个光盘 不是 就是以前老的那个碟子 不会有的 对不对 富泰讲 日本就一定 就是以前那个老唱片 最好的 那个针很重要啊 全世界做的最好 日本 有一家公司 全世界第一 结果呢 后来这个唱片也没了 做的再好的公司也没了 生态也没了 知道吧 还得跟那个生态走 是吧 在老生态 你做到世界第一 那个生态也没了 不是死过去了吗 对不对 所以抓住战略机遇很重要 是不是 那个 总之呢 就是欧洲原来有一个产业 非常好 那个 但是现在被令到超车了吧 对吧 还有 其实欧洲有一个产业 在二战以后非常好的 新能源 光能 对吧 风能 生物质能 水能 核能 欧洲很长时间世界第一 但是现在是不是 过去二十年 被中国 截幅了 现在中国全面超越 对不对 这就是欧洲的困境 总量不行了 新技术跟不上了 老优势守不住了 对吧 然后讲日本 日本本来就是美欧日里面最差的 现在就更差了 哎呀 这个 首先总量不行了 2021年 前年 日本GDP 5.1万亿美元 然后 中国是17万亿 我们三倍半 去年呢 因为日元严重贬值 缩水到4.23万亿 对吧 然后后来那个 我们是18万亿 我们他四倍半 今年呢 这个 他 应该是 再说一点吧 今年他很有可能被德国超过 是吧 今年日本GDP会排到第四 那么我们跟他差距 也基本上四倍半吧 可能再稍微扩大一点 所以第一呢 就是他总量不行了 这个很快我估计是他五倍 五倍那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对吧 这第一他总量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 确实没有前途了 他就一个 有竞争力的产业 就是燃油车嘛 对不对 日本这个国家呢 我去过不少次啊 它的优点就是 它的战术能力很好 做事啊 确实精细 所以同样的产品啊 工匠精神比我好一点 质量好一点 这得承认 日本产品质量不错 但是战略能力非常差 就在过去二十年 我就看了他两次啊 科技术点错 战略选错 最后两个万亿级美元的市场没有了 首先就是这个智能手机嘛 我看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很年轻啊 年纪大一点 朋友应该知道 在模拟手机时代 日本手机是最好的 特别好啊 而且在早期 就是那个智能手机早期阶段 它的专利是最多的 技术储备是最好的 结果就是战略错误 这个他就不搞 那个就拒绝进入那个智能手机 就被人家抄了底嘛 是不是三星就进去了 对吧 三星起来是不是靠智能手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苹果就来了吧 对吧 然后是不是一堆中国企业就进去了 中国的特点就是群狼战术 对吧 一进去不是一个 肯定是一堆 对不对 那个而且有正规军 有游击队啊 那没法防 光是正规军好防 光是游击队好防 中国是前面进攻 后面也进攻 知道吧 它守不住的 那个那个那个 是不是我们Vivo OPPO 小米 华为一堆就进去了 而且有一个在非洲主导的一个手机 你们听说过没有 传音 是吧 传音就是波导啊 对不对 波导因为它的辐射太厉害 是吧 我们国内也不让它搞嘛 它很郁闷就退出市场嘛 它就跑到非洲去了 如鱼得水啊 咱们国家基站一千多万个 非洲这么大 比如中国大好几倍 才几十万个 所以它讯号特别不好 所以在非洲买一块那个 那个叫什么 苹果啊 这对于买块砖头嘛 可是波导挺好啊 就传音很好 你只要有一点讯号就能用嘛 是不是 所以深受那个 人民群众欢迎了 那波导这帮家伙 好像还搞一点改进 加个美颜 把那个黑人拍得挺好看 是吧 哎呦 那个特别受欢迎 也占百分之九十市场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基本情况 就是 中国一帮进去 哪还有什么日本市场啊 那等到日本误过来 根本就没大市场了 是不是 这是眼睁地 看到一个 一个万亿级产业 就丢了吗 是吧 再就是新能源车嘛 其实日本是 比较早搞新能源车的 在实际上 我的印象里面 它比美国早 跟欧洲差不多最早 他们两家 那个 但是它就是走错了 技术路线 它一天到晚就搞了个清能 清能理论上是很好啊 便宜 而且就是 它排放的就是干净水 对不对 清和那个氧气烂烧 排放纯净水 挺好啊 但是太难了 工程太难了 解决不了嘛 所以就是 中美欧就转那个 理电池 这条路线就走通了呗 那日本就一根筋了 他说你们搞不了 老子肯定搞得了 很自信 一个家伙 低头在那搞 搞得今年1月27号 是不是丰田老总 出来出来 说我也搞不了啊 等他悟过来 是不是20年的机遇没有了 他现在回过头来拿 谁有机会啊 是不是 就短短20年 人类 就个人20年比较长 人类历史20年就一瞬间了 是吧 这么短时间 两次科技术点错 对吧 两个那个 万一级市场丢了 你说 就说明日本这个国家 它那个战略能力很差 对吧 那个 好 那么现在的现实就这样 它没有新正常点了 是吧 唯一的一个正常点 正在被取代 你说日本是不是很绝望啊 绝望就是我们要担心 日本一个东西啊 这个家伙啊 可能因为绝望 所以会有个心理 说老子破罐子破摔 这个很危险 所以他现在一个就重新武装吧 对吧 不管那个和平宪法 重新武装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 那个河湖南水排海 环太平洋国家都反对啊 他不管啊 他不管后面是不是一个破罐子 破装心理啊 这挺危险的 对我们地区很危险 我们要警惕他啊 另外对我们个人有一个提醒啊 就是现在 我的建议 就是中国的个人 现在可不要移民日本了 因为日本这个社会比较精致 是吧 服务很好 所以挺有魅力的 特别中国女性挺喜欢日本的 是不是 但现在不要去了 对不对 这国家没前途吧 今天移民日本 就是1945年参加伪军 1949年参加国民党子了 他绝对人生错误啊 对吧 好 讲到这样 大家清楚了吧 东升三支力量 西将两支力量 这不是瞎讲的吧 有事实基础吧 那么东升西将 它就影响格局嘛 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定义啊 就定义了对不对 什么叫国际格局啊 力量对比啊 对不对 原来西方力量大 所以西方主导国际格局 现在力量东升西降了 是不是格局肯定变了 怎么变呢 西方主导天下五百的历史走向结束 知道吧 这个 OK 这就是 这个百年变局 或者大增之时的最基本含义 那么除了这个基本含义 可能还要加三个含义 一个呢 就是 随着这个力量对比变化 心理也在变化 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变化 对吧 不是自然界 自然界变化 你讲物理变化就完了吧 社会得讲心理变化 对不对 这样才完整呢 刚才我讲的力量对比变化 是物理的 那么 心理变化是模式 过去五百年西方干得很好 对不对 所以西方人就一个傲慢心理 说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 我们家的西方道路 只有一个模式 西方模式 是吧 你不按照这个走 你是邪梦歪道 你是异端 我就可以整理啊 但这十年 他们这个傲慢心理就给打破了 谁打破的啊 就中国发展了 还有呢 美国的战略家啊 是不是 美国战略家 是不是西方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也天天跟美国人讲 说中国崛起了 崛起到什么程度 威胁我了 是不是 他以中国威胁论的形式 承认中国崛起 而且承认中国道路 跟他不一样嘛 是不是 这个呢 就打破了西方人心理上的傲慢 西方模式的唯一性 绝对性 排他性就打破了嘛